因為你講的時候好像都變成說在吹牛說是我們有多過死 台灣的民主走的也很崎嶇也很辛苦 因為台灣的民主的發展有它很特定的因素很特定的動力 不僅在對於中國大陸而有參考的價值 但是我在想台灣的民主帶來的結果 這個結果我覺得就是台灣的社會變得比較平等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特色 不過大家有自己的切創的感覺 當你到跟其他社會裡面 台灣社會的平等 是我覺得很引以為傲人的這個事情 不要說傲人,引以自豪的事情 那台灣社會在它慢慢出現一些共同可以接受的規則 來處理精分,支持台灣社會的結果 那第三個還有就是說 台灣社會裡面彼此之間的一種友善 這個是一個出來的 民主化居然我認為會帶來第三種結果 但是這三個結果要反映在我們社會內部來說的話 是不是真的我們做得很好 我覺得在某些領域做得很好 但是在某些領域還有非常套於俗話說感激和攻擊 那動物就是一個我覺得目前對台灣非常需要更多的人來投訴 那你最後提到就是這位主持人 你又提到的動保運動 團體之間的那種衝突 我覺得這是很難免的 你知道台灣的女性主義的 台灣女性主義運動內部的衝突跟增值也非常多 非常嚴重 那動保是一個相對而言比較弱勢 他們的發展都是那麼好的 不然不能看吧 就它相對而言它是一個比較 發展還不是很充沛的一個運動 那這種情況之下裡面有很多衝突 當然是啊 你看台灣動保裡面最大的衝突 一個也許就是說 我們要不要接受安樂死 那很多動保界的人士 他們不願意接受對於流浪動物的安樂死 但是如果說我們要問近一部分 你不給他安樂死 是騷擾更浪痛的 還是說真的在幫助動物 這是很多種衝突 那還有很多台灣動保的人士 很多人是個東教背景的人 那他們的東教背景 會使他們覺得動保應該要在哪個方向發展 再還有一個例子 比方說 所有的動保運動 一定要碰到一個問題 怎麼面對屠宰的問題 那有一部分動保人說 我們要求人道回家 但是也有另外一部分的人認為說 荒唐你殺人 你還要他安樂的被你殺 你覺得很荒唐 這些都會造很重 那 抱歉 我剛剛想到那位 剛剛那位提到的一個問題 我想起來可能都會跑掉 動物實驗 對 動物實驗 動物實驗 我覺得這個問題也是沒有一個簡單的 yes or no 的回答 從某一些動保 動物實驗等部來看 不應該 但是我個人認為 問這些事情都不是一個時候有百分之百對 或者錯的一個答案 現在錯是錯的 台灣的動物實驗沒有管制 就是 現在每個大學都有設立這個動物實驗委員會 國會 你的國會身體的研究計畫的時候你要填 他問你不就要幫你從事動物實驗 需要的話 那你要經過一個委員會的可選 但是那個委員會的成員 完全都是這些科學家 這些研究者 可是在美國或者在北歐 在歐洲這些地方 每一個機構 只要你要從事動物實驗委員會 對 只要你要從事動物實驗 你就要設立一個動物實驗委員會 由這個委員會來審核你的實驗計畫 那這個委員會的組成 一定要包括動保人士 一定要包括獸醫 就是不能夠只有開業家自己來決定 台灣今天還是完全沒有這兩種人的加入 那也沒有這兩種人的加入 它表示台灣的動物實驗是沒有管制的 那其實我們當然可以再幫他講 其實 我們需不需要動物實驗 動物做實驗 可能是自己需要 但是我想問題是不在說 到底有多少浪費 我本來有 全世界每年 這個動物實驗的 這個動物的數目 今天沒有帶來 我現在也想不起來 那個數字非常大 我們在中華研究院 在台灣現在就有三個 實驗動物養殖所 就是它培養那種 供實驗用的 不管是叫白鼠啊 或者猴子 猴子 大家可以想想看 這個裡面有多少 我不曉得是中學 生不和尚 虛不孝的動物實驗 我不知道 我想我們現在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不要去講說 動物實驗是錯的 很可能是錯的 但是 因為它會帶來某一些效益 即使這些效益 是對於人的效益 那我覺得 我是一個很實際的人 我說我很討厭絕對的倫理 我覺得是我們用一個相對的 就是說如果你要做的實驗 這也確實帶來的效益 就是做吧 那是目前這種沒有管制的情況 那是我們說接受的 還有一個問題 我想不起來都已經想到再說 我有個簡單的數字 這個動物實驗 都一面 這個 台大心理學的朋友 然後我講說 他們只要做實驗心理學的畢業 在他們做MASTER的階段 大概提出一個 大概一兩百級的排導學 只要做實驗心理學 必須要做實驗 所以用幾個線條的這樣子 好 再開放 1 2 3 好嗎 老師你好 那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我發現是 我們可能有一些利益 不管是國際上的利益 不管是對一些環保 或是對總共的重視 基本上都還是非常的 有一個重視 比如說環保 我們希望就是 我們去重視看 就是減能減開 因為我們希望說 我們地球可以更是我們 更是有我們的生存 那我們會關心一些 比如說 一些動物的情況之類 基本上我們都在一個是 我們自己的生物都會讓行為 說這樣子的話 對我們人類是最有利的 那這樣子的一種 基本上 衝鋒 我們的層面來看 再來是一件好事 因為它代表對我們 就是重視這塊地域 可是它基本上 會不會是也是違背的 就是 老師剛剛 惡力學那種 就是重視其他 他者負擔這一方面 不是 它的立法精神 會對我們 就是惡力學的這種精神 其實還是有多差的這樣 是嗎 好 謝謝您好 我是台大劇研所 二年級的王一級 然後因為我 我是主修正經 我大學過我修主修正經 然後主修是人類學 所以我對於 當時主修化的對學 很高興 就跟在地的王一級 變在那裡 比較有興趣 然後想修舊 提出一些問題 像剛剛有幾位 朋友在場 提到說 會不會就是 更加文化 比較保護動物的 有幾次衝突之類的東西 那我是自己 是有些感想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認為說 其實每一個宗教 或者是每一種文化 也都可以找出 保護動物的 或者甚至說 對於 就對於動物的尊重 的這個面向 像是 除了西方 其實比較不然 到現在的結果之外 還有儒家的 側影之心 我覺得 也是 就是儒家 並不完全跟 保護動物 除了 大家有 有朋友提到說 說 說會不會 你只要階級的 階級的社會 跟職務 比較不會去保護動物 那我自己也 並不是任何這樣的想法 因為像是 印度教啊 就是在印度教 總心之 那他們其實 就是其實在印度教 一個地方 他 他對於 他有很多對於動物的 一直都一直在 我們學習的 一直是用我們去學習的 那我很印象很深刻 你可以跟朋友 分享 所以你可以 叫做 蚂蚁的蠟 那樣子 然後就是 就是那個電影 他是 就印度人 再來西方人 然後他開到一半 這次車子一開很久 然後印度人 突然發現 欸 車子一頭 有一隻倉銀 然後他就把車 開回去本來的地方 把那個倉銀 靠下來 那我覺得這次 其實蠻有趣的 所以我覺得不一定 就是 我們不需要 不需要說 直接否定說 階級生會會有 對動物群的倫重 他只是 他們的倫重可能 只是跟我想要說 然後西方全面 那我好像是不一樣 但是這有值得 我們學習的地方 那這第一個 就是我覺得 每個宗教都有他 這種動物的一面 那可是從這來隱身的話 我是覺得 雖然我們講的是宗教 但是其實 被我常常有一些 經濟社會的因素 像是經濟人類學家 就有提過說 印度不吃牛 其實不安全是因為 印度教 或佛教的關係 而是因為 他們就去計算 就說如果說 印度人把牛給殺了 那他產生的經濟效益 其實是你不殺來的小 就是說他不殺 叫他作別人 其實他經濟的效益 對整個社會的感覺 實在都是比較大的 所以我認為說 當我們在探討宗教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把它放在 現實的經濟的 社會的歷史的脈絡之下去討論 那再基於這個 這一個點 我再提出最後一點 就是 我覺得現在很多 可能是 動物理學的教授 或者是專家 或者是研究生 可能就比較從西方的權力的角度 去論述動物圈的事情 包括西方的進步史關 那 就身為一個副作人類型的學生 我就比較想要對這點 也有所評判 因為我覺得西方的那種進步史關 其實是特定史關之下的論述 已經強過 就當我們在想要推廣動物圈這方面 我們應該要考慮到不同 社會特定的邁流 像是 像是我 就我自己的觀察 我周圍吃素的同學 其實並不是基於保護動物 或者是環境生態的方面 方面去而吃素 那大部分的同學 是除了自己身體健康以外 我覺得是那種 現代化社會中 忙碌的腳步 讓人家 讓大家覺得心靈很 很 很複雜吧 然後就覺得吃素好像是一個 可以修煉 可以得到就是心靈平衡的方式 那我覺得這一套邏輯 其實是跟台灣的明天信仰或佛教 其實是比較有關係的 就像老師剛剛講 我們第一個動保團體 其實是佛教提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說台灣的特定的社會脈絡 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我們可能應該要從我們自己的歷史脈絡 去尋找對動你的分眾 而就是當然是可以用西方 但是我覺得那個分量可能就是說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人對於動物權 群的發展啊 人群啊 這些其實並不是這樣的了解 那這大概是我的想法 謝謝 老師你好 問一些兩個簡單的問題小問 第一個問題 我覺得剛剛聽您講的 最有感觸的一段是 您說您當時的求學歷程中 您提到說 當時那個理性為主的年代 談情緒或者談感情 這類的事情是不登大洋之堂 那這時候我想要有感覺 就是我覺得這個情形 即便到今天某種程度 仍然是如此 不管是在社會或者是 知識、學術層面 某種程度情緒跟感性這些東西 譬如說在言論書 或者各式各樣的實驗裡面 這要怎麼樣 能夠跟原來都做一種對話呢 我的意思是 您這樣提的意思是 如果我們要把感性或者情緒 放進來的話 那這必然會是一個 就是有點矛盾或者被返的狀況 因為我們不可能排除理性 就是說 理性為人類社會 帶來了這麼多的好處 但是同樣 另一面理性 其實也帶來了 現在性的某些暴力型的事 那我想問的是 如果我們要把這個感性 或者情感的面向 作為一種策略的話 那如何把這個東西放回來 那這又讓我聯想到 我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想到的一個東西 是精神分析 對 我不知道 您的這個動物論理學 會不會可以跟精神分析 像是佛洛伊德的理論 做上一點點的 這當然是很奇怪的一個問題 但是 像佛洛伊德 它其實也在處理某種傷害的問題 而那個傷害就是 其實 有人的確心裡受傷了 但是別人其實感受不到 那佛洛伊德 比如說 它提出trauma 這類的概念 那這當然很奇怪的一個問題 但是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想過 或者 動物論理學 跟精神分析之間 有沒心理 對話或者交流的問題 謝謝 好 那大家的問題都蠻 都不是特別好回答 因為 很多人裡面的想法 都是我 你有同樣的想法 或者也許我有同樣的想法 但是 那個理由 我自己還在摸索 不是不清楚 從今天開始 立法是不是以人類為重心 當然 立法院是以人類為重心 當然 在一個民主時代 假如你社會的基本的取向 基本的價值 是以人類為重心 那立法當然是以人類為重心 那 你說現在 要 保護到 讓環境保護 你剛才指的意思很好 環境保護 你剛才指的意思很好 現在立法的流 主要還是在於說 如果這個環境固然下去 會造成什麼樣 會造成什麼樣 會造成什麼樣的傷害 那為什麼這些 大家特別在乎環保 因為現在 集團氣候越來越頻繁 或者地球在短化 或者是 和核能發電 帶來的那種傷害 大多 基本上 你說 是不是讓人類的利益 來作為核心 當然是 但是 那你想到 我們如果不用人類 來做幾個 環境生態 本身 能不能夠當成立法的主體 不是它來立法 而是說 當我們在考慮立法的時候 我們說 我們要讓這個 比方說 這個生態系統 能夠繼續保存 因為這個生態系統 本身有它的價值 這個理論 這個說法 其實 非常的 難以 成立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個人對於那種生態 就把那個 Ecosystem 當成一個 價值的對組 主體 這個說法我一直有點懷疑 就是 我當然 主非常 主張 我走路 我走路從來不採 掃地 我也絕對不會去 傷害樹木 什麼的 污染環境 等等等等 那只是一種 我覺得我尊敬 或者是崇敬 一種生命之間 這是很個人的一種 你說是迷信也好 說是 反正個人的一種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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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意在這邊 因為我對生命都不滿足 我覺得 讓我覺得 很表情的事情 那可以 你說生命當然都是好的嗎 不會啊 整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實際上出現一個癌組織的時候 那也是生命啊 我們一定把它消滅掉 對不對 生命本身沒有價值 我覺得其實 生態系統本身沒有價值 你才能開始擺脫人類中心的立場 去從事完好的立場 這簡單的回答 你再給那位 那位 同學 講的 其實你曉得 我沒有什麼不同意的 可是我想 我要講 你提到最後的 那個經過史觀 回到每一個社會本身 來找他本身 是不是有一些 屬於經過的事情 這是我個人相信說 是我想要去做的事情 但是這個進步的概念 我覺得 蠻tricky 蠻難以掌握的 就是說 你提到說 吳家有側隱之心的說法 很好 他什麼地方畫了線 那個側隱之心不過去了 他什麼地方 把這個側隱的理解 然後他對於 社會上的低層人 然後他對於女性 那個側隱之心 是不是適用 那為什麼 因為講側隱之心的一套 這個道德系統 對於 等級的觀念的那麼強 對於性別的意思那麼強 這就是變成說 好 這個是一個資源 一個道德資源的這邊 那我們能不能拿來用 我覺得這個我們要自己去用 那我自己沒有做的 在這方面沒有下過目 這是我們的不對 但是我們之所以特別去看西方、近代、启蒙以後、18世紀 一方面是偷懶,人家做得很好、整理得很好、學者也整理得很好 我們就通常把它拿過來借用 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們必須要強調就是說 你看看我們到現在為止看到幾個我認為最重大的 人類的道德生活的改變 我剛剛講的一個是女性、一個是種族 這兩種歧視的克服 這個的確是我們在談任何道德進度的時候 我覺得都要把這兩個因素當成標準來看 當然你可以講到其他的很多因素 您剛剛提到印度教啊 印度教裡面也有很多 我相信是很敬佩的 只要讓我們看來我們會很敬佩的東西 但是印度教裡面的種性制度 它沒有辦法做出 那在這個種性制度之下 所造成的傷害 是不是 您的意思是說 我們根本不應該去講道德進步這個概念 還是說您覺得說 道德進步這個東西 我們要打碎來看 看每一個社會不同的道德進步 都有道德進步 但是不一定是像我們講的西方那樣子的標準 那你的兩種意思都可能 那我現在建議提供第三個意思 我會提出一些特別的標準 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標準 就是暴力是不是在減少 這個暴力在減少 不一定是有形的 就是用刀子、用槍來殺人 那包括種族跟性別的歧視 那個是一種暴力 被歧視的人受到傷害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標準 那在這個意思下的話 我覺得 就是 我有朋友以前嘲笑我 這個人就是 衝陽為外 我覺得西方的這方面 有它的黑暗一面 銅板它那一面是非常黑暗的 它有帝國主義 有那麼長久的資本主義的那種侵略 都有 可是另外一方面的話 今天我們看到的 性別的平等 跟基督的平等 這是西方人弄出來的 這不是我們弄出來的 我有一個長輩 一個女性 年紀比較大 現在已經 她還在 她年紀比較大了 她最氣起來就是說 所有對女人好的東西 都不是中國人發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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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麼東西 洗衣機 避孕藥 衛生棉 你想想看 這三個東西 今天我們在座有女性 你們會覺得這三個東西 是不是讓女性的 整個生活改變了 那這三個是 哪一個東方文明 去發明的 當然不能這麼講了 那西方文明也發明了很多 壞東西 可是我總覺得說 我們要趕快找一個標準 對不對 那今天我們挑這些東西出來 當然有我自己的成見 可是我相信也是 在座各位也許 在某個程度上 可以 可以認 那這個意義上來說 我 我絕對不是一個文化相對的主義 就是 我也 我對那個什麼多元文化主義 我也太信任 我總覺得 那些東西裡面 隱藏了一些東西 是要那個 我們說 比方說 鬥牛 鬥牛 西班牙的傳統文化 我才不相信 那個 你把 停止鬥牛 回西班牙文化 就崩潰了嗎 不會的 抱歉 我講的多了一點 我就是跟 我只回答您這個問題 其實您另外講的 您提到說是 經濟社會因素 我今天完全沒有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資本主義制度 對於 我們剛剛講的 這種人類道德改性的改變 有過多大的因素 這個在 上個世紀末 就是在1980、90的時候 美國歷史裡面有一場大辯論 就是 十八世紀開始 為什麼那麼多人 反對 敘奴 那這個跟當時 資本主義的發展 有直接的關係 還是說 有間接的關係 還是根本沒有關係 這些問題就是說 社會經濟因素 影響到我們的 道德意識 所以我覺得 一定有 百分之百有 去否認這個事情 才開始打官 可是 那個關係 我和他現在為止 可能爭論性很大 您的答法我幾乎都同意 最後 那位提到 理性的問題 精神分析我沒有接觸 我讀一點點 可是我沒有資格 講任何話 那 關於理性的問題 我剛剛講話 也許是講的 壞了一點 就是交往 或正 我沒有意思說 放棄理性 其實我根本不相信 很能放棄理性 我不太相信 人是分兩種 這個東西是情緒的 感情的 感受的 直覺的 那邊是理性的 分析的 我不相信這兩種東西 情緒 其實 我它裡面有很多時候 是在做同事分析的 一些東西 我比方說 我這幾年 比較常注意的一個概念 就是 同情 或者說 compassion 或者sympathy 這個概念 那 我很喜歡的 一位 美國女學黑家 陳廟生的導師也很熟 那就是 Masa Nasbaum 你寫過他的書的序 對不對 Masa Nasbaum 他有一個 我說他的影響非常大 他就說 我們之所以 我們講同情心是什麼 他說同情心 我哥有一個情緒 是一個非理性的 是一個阿一看到之下 就把人家抱起來 痛哭一場 那不是的 同情心他說 其實是三個認知性的判斷 既然是認知性的判斷 就是說 有對有錯的 我們對一個人 對一個個體 我們有同情 第一 我判斷說 這個個體 在承受很大的痛苦 我第二個判斷 是說 這個痛苦 是他不應該承受的 那第三個判斷就是說 他在承受這個痛苦 使得我自己的生活 不會變成很理想 他說 我們同情 當我們對一個 對個體對一個 非常有同情的時候 我們是在做三個 理性的判斷 這三個判斷 都可以去證明說 成立或者不成立 所以他舉的例子 他說 一個小女孩 非常難過 跟著媽媽說 我好難過 媽媽說怎麼了 他說我今天上學的時候 我把我的手 手巾丟掉了 這是一個小事情 因為那個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很大的 這算媽媽對他 沒有什麼同情 媽媽只是安撫他而已 但是如果這個小孩子 他今天說 回來跟他媽媽說 媽媽我今天很難過 我非常生氣 或者在動工 說為什麼 因為他出去以後 在路上一起碰到別人 性騷擾 他媽媽這時候 一定對他有同情 而不是只是在安撫他 對不對 因為媽媽做了判斷 對到手巾 不重要 這樣死的時候 這個痛苦 不重要 這是一個 只要安撫就好了 那 受到性騷擾 這是一個很大的運動 這時候 他媽媽一定要跟他有同情 我們在做判斷 因為情緒是包含的判斷 所以我跟你講 你剛剛講的對 我不相信理性跟情緒會做兩個 那 謝謝 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 進行到這邊 等一下 如果有問題 想要請教親老師 可以在會後再找 他們問過問題的人來拿 OK 對 然後等一下 跟情緒會問過問題的人 跟情緒會來接觸 來接觸 我們很感謝情老師 今天給我們的事件說明 我們為什麼要做眾人的權力 我覺得情老師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示範 就是他的理由 不需要是奠基在一個 宗教性的理由 他可以奠基在我們 道德的常識 只要我們身為人類 我們都應該具備的 道德的常識上 所以他不需要訴諸 因為每個人的宗教性能 不需要奠基在宗教性能 我們可以從我們做一個人 到一個常識出發 我們可以接受 我們必須要 平等的對待其他 導致做其他物種的存在 的權利 跟免於痛苦的權利 那請各位跟我再來 以及謝謝金老師 今天謝謝金老師 主辦單位Sofi 有沒有什麼事情 要輸入 Sofi跟酒量吃的 OK 好 好 那謝謝各位 今天來參加這個 我們兩天的 通募選擇討論 那會後呢 我們這邊會現場 準備一些簡單的東西 各位可以坐下 去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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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 今天來參加